大家好,今天要和乔名分享的话题是 恭喜刘国梁 国拼00后小将很少日本夺冠 刘斯文终如可以放心了 今天和乔名们一起来聊一聊国拼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目前 四拼赛正在如火如荼的激情之中 各个项目啊,已经 都进入到了 半队赛和决赛阶段 那么国拼啊,在各个项目啊 也是捷报品传 那么在今天,国拼啊 传来了一条重大的喜讯 很多球迷啊,也纷纷的恭喜刘国梁 知道 国拼两位00后小将 王楚清和深尹莎 不负众望啊 以3比0的大比分 很少了日本队的混双组合 张本志和,以及 赵天希腊,从而为国拼 本次四拼赛啊,栽得守敬 确实是可喜可贺 由于本次 四拼赛的混双比赛啊 进行了一些 调整,刘国梁知道啊 为了进一步的彰性 国拼的 整体实力 另外啊,就是积极推进啊 乒乓外交 刘国梁选择 RUN 王曼玉和林高阮 分别与美国球连搭档 但是呢,国拼方面 还是留了一手 那就是啊 沈颖沙和王楚清的强力组合 依然是国拼 冲击混双的最大王牌 那么最终啊 这两位 21岁左右的小将啊 也是没有辜负 刘国梁知道的期待 为国拼啊 夺得了本次四拼赛的 第一个冠军 那么提到本场比赛啊 这两位 00后小将 真的是吹酷拉醒 首先第一局 直接以十一比六啊 给了日本组合 下马位 众所周知啊 张本智和 被称为国拼南队的领军人物 面对着王楚清 和圣颖沙的组合啊 这个日本的混双组合 丝毫没有啊 反抗的余地 第二局 国拼以十一比五 再下一层 第三局 十一比八了 迅速拿下 锁定比赛的胜利 那么其实提到本次 国拼混双夺金啊 这位高兴之人 除了刘国梁知道之外啊 对于国拼女队的 功选老将 刘诗文为了 也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众所周知啊 目前国拼女队 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 陈梦 深一沙 刘诗文 王万日 三名球员啊 已经 扛起了 女队的大旗 很多球迷 比较担心的 就是混双项目 那么首先呢 刘诗文和许新的混双组合 在东京奥人会上面 夺得银牌 然后在传认会上面呢 夺得金牌 说明了 新闻组合的 实力啊 一万强劲 那么现在啊 刘国梁知道 选择重新 启用新的混双组合 很多球迷 也想看一下 是否能够有新的组合 取代刘诗文和许新的强力组合 那么现在啊 事实证明 王楚清和 深一沙的强力组合 已经啊 能够独条大量 那么 作为国拼女队的 老大姐 刘诗文啊 终于可以放心了 也可以 安心的将手中的 接力棒啊 交给适应商 那么其实提到 国拼接下来的 比赛啊 在女单方面 已经被国拼 包揽了 情势强 在男单方面 王楚清 也非常有希望啊 冲击金牌 在女双方面 我个人认为啊 深一沙火王 王曼日的组合 有非常大的机会啊 击败日本的组合 那么因此啊 本次视频赛 国拼是非常有希望 冲击 四个冠军的 唯独啊 在男双方面啊 留下了一些遗憾 当然了 作为林庆小将 这个首次啊 独条大量 可能会遭入一些 挑战 这应该是 刘国梁指导 能够结束的 那么通过本次 视频赛啊 这些林庆小将 迎来了 突飞猛进的提升 对于三年之后啊 冲击巴黎奥入会 应该是大有好处的 小米朋友们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镇 字幕志愿者 杨核宾